歡迎收看牛仔頻道 我們來到桃園 來吃這間牛肉麵加湯加麵 還有豆花、豆漿、咖啡、冷飲都免費 我們來吃吧 走吧 好,我們進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溫馨提醒 他說酸辣湯跟炸醬麵 不是用加湯加麵 簡單說就是牛肉麵系列才有 然後滴敲一百塊 對,以外的菜色大概是長這樣子的 有麵、有泡飯、也有水餃 如果你要點小餐,那邊也是有的 大概是這樣 我們介紹一下桌邊給大家看 這裡有咖啡機 比較簡單一點 飲料機、汽水 豆花 看一下 這應該是糖水啦,我猜 我們摸摸看 我們等一下再倒看看就知道了 豆漿耶 對,豆漿 無藻味的 那這個咧 我們看一下 酸菜、酸菜 配牛肉的啦 調味料 這個就我們剛剛說的 想要點小菜這邊也是有的 1分45塊 給大家參考 這裡也有賣飲料耶 一杯是20 而且有人要外帶之類的 來了,我們牛肉麵上來了 我們來吃吃看 蒜味比較重 我們先吃原味 牛雜 它該過去了 對,來來來,我幫你打一碗好不好 好 它這個麵第一碗就給你很多耶 它是紅燒的 嗯,麵桿的喔 Q喔 是屬於QQ型的 我們來看一下 紅燒、牛雜 先聞看看糖豆 聞起來香度還好 喝喝看 糖豆的OK 喔,糖豆不錯 然後我們看一下牛雜的 這個應該是毒吧 吃吃看 顏色看起來不是很深 結果味道蠻重的 但是好像粉刺喔 粒粒的 雞皮疙瘩 用我的嘴幫它拔粉刺 那可以幫我嗎 你跑幫忙一下 你的可以用拳頭 一拳一拳打回去 有點辣度喔 可是我覺得這麵上好吃的 嗯 我們就要下一個 喔,這個蒜味感覺不錯喔 半斤半肉的喔 喔,那個蒜泥很多耶 對,蠻多的 因為它的麵給的非常多啊 所以乍看之下牛肉好少 我們大概撈一下 它大概有幾塊肉 有這裡一塊 有那邊一塊 這裡大概三塊半 肉是有點條的 對,所以它的主軸應該是麵還有湯 還有周邊 因為畢竟168其實也不貴啦 對啊 夠蒜喔 我覺得蒜頭味道有點搶 連那個肉味都被搶走 對 不過如果你愛吃蒜頭的也是可以吃吃看的 它這個牛肉麵的味道就沒那麼重了 它是怎麼整部的那個沒有搭配小菜啊 它有一點配的小菜吃 是他們豆干 小菜是冷的 吃起來我覺得還好 我們來吃看牛肉 半生半肉的 牛肉本身蠻好吃的 它方位真的太強 對 我覺得我這來的方我會叫紅燒 紅燒的味道 比較原本牛肉麵的味道 加蒜泥之後有點香味 可是喝那個蒜頭的湯的話 牛肉本身的甜味加上那個蒜泥還蠻好喝的 要吃一下他們的水餃 一顆的西塊 吃吃看 它這吃起來蠻甜的 不知道是沒有加糖 很好吃的 你吃吃看 你沒有沾醬油 我沒沾 我故意的 就夠了 我就覺得水餃還不錯耶 我個人蠻喜歡的 水餃算好吃 嗯 吃好一碗 也是要硬緊硬緊 加一碗 人家蓋掉那個感覺 對 因為這邊第二碗可能會比較 是蛋糕會有怎麼樣 對 會面條會有變動 之前我們去吃某一些拉麵 麵條都會不一樣 我們來吃吃看第二碗 加麵的味道怎麼樣 好 來我們來加湯加麵 加湯加麵 紅燒啦 對 紅燒加湯麵 在這邊等嗎 在這裡等 OK 這可以加幾次啊 看你能吃幾次 就加幾次啊 你有一鍋吃最多 可以吃幾次 我也有十秒那麼多 你說最多吃35次喔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們麵給的很多 還有人吃35次 是我的嗎 這你的 OK 謝謝 謝謝 哇 太一碗了 有人吃35次了 怎麼辦到的 我們來打豆花 是要燒 這個是糖水 對 不要拿去加牛肉麵 牛肉高湯 好 我們加湯加麵第二碗 剛剛我有跟那個大哥大姐聊天 他說最多人有加35次 應該是大胃王吧 應該是啦 那個大哥大姐很開朗 說盡量吃 不怕你吃 這個蠻多的加35次 正常的應該吃兩碗三碗幾件的 我們這是紅燒的 對 好像有差 吃看 我覺得 好像比較軟一點 對 可是我覺得比較好吃 他加麵的麵比較軟一點點 第一次的麵比較有彈性一點 但是老實講啦 我覺得軟一點的我比較喜歡 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豆花 剛剛打的 吃吃看 糖水啊 煮的很好吃 但是那個豆花我覺得就比較普通的 想吃就吃 反正這邊主打是牛肉麵啦 就把那些想的是附加就好 對 我覺得它紅燒牛肉麵本身是好吃的 還有飲料讓你喝 所以這樣算一算 其實它是屬於綜合型 我們順便做個結尾好了 來這邊一定吃得飽 就像剛剛大哥講的 盡量吃啦 吃30萬也可以 其實那個感覺給你聽到就不錯 所以你可能吃不了那麼多 但是他就是不怕你吃 對 人很好 而且這裡還有冷氣可以吃 對 冷氣很涼 而且他那個音樂很有格調 它是牛肉麵喔 音樂放爵士 很有聖實 整體裝潢是蠻漂亮的好桌 好啦 那這件真的介紹給大家 那影片要結束了 爽就訂閱了 成本星 各位朋友 我們今年產片量會增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們 甚至強迫你朋友 訂閱我們 你看連我家貓都瘋起來了 爽一定要訂閱就是了啦 不爽啦 不爽就看一遍啦 看到什麼為止啊 強迫我們訂閱就是了啦 馬上衝起來 太兇了啦